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小婴儿来到一家快餐店 这个小孩子这个时候很小了 抱着这种婴儿了 嘴巴很渴 很渴之后呢 快餐店都是卖了一些雪碧 可乐 不适合孩子吃的 这位妈妈终于发现快餐店当中有一台饮水机 看见之后就跟服务员说 服务员麻烦你把这台饮水机给我们倒杯白水好吧 那个服务员一看他不买东西 妈就说饮水机对内的 你们可以买可乐雪碧 哦服务员对不起啊 那个孩子啊 这个孩子他不能吃这些东西 不能吃东西 你能给我杯白水吗 拿杯子来 哪有杯子啊 一看饮水机边上有这种一次性的纸杯 然后就哎服务员能不能把纸杯给我啊 我来买吧 我花钱买吧 对内部供应 不对外部供应 好了 去的呢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妈妈抱着孩子走了 所以 这个时候 妈妈呢 就跟隔壁的邻居 聊起了当天的事情 邻居呢 听了之后非常气愤 这家店太刻薄了 我以后不去了 这个邻居的 隔壁的 又是一个中学的老师 学校呢 就在这个快餐店的边上 一到中午的时候 所有的穿校服的学朋友 全部排队 在他们快餐店买东西 那么上课的时候呢 这个老师啊 就说起了这个事情 说起这个事情之后呢 同学们听了之后说 这个店这么没良心 一杯水都不行 以后我们都不去他这家店 好了 快餐店天天开门 但谁也说不清楚 从哪天开始 他的生意变得冷冷清清的 而且以前餐厅天天爆满 尤其是穿着校服的学生 排着长队 虽然商店为了改变营业状况 推出了很多的 有讲就餐 套餐打折 尊重礼品 但是店里照样冷冷清清的 这个时候 在快餐店边上 又开出了水饺店 面条店 豆浆店 终于有一天 这家快餐店关门了 当员工收拾东西离去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不幸的结局 可能就是一杯水的冷漠呀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任何件事情 你没有看到后果 并不代表他没有后果 在家里多说几句温馨的话 这个温暖的家就形成了 每天骂一句 时间长了 你在家里就结冰了 所以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每一个破散的家庭 都是你从开始的冷漠 到最后的结果 希望大家珍惜姻缘 用出自己心中的温暖 去感染别人 去让别人得到更多的温暖 这就是学佛人的心 这就是慈悲心